5月1日的上午 花莲市区在短短20分钟之内 就连续发生了两起娃娃机台切案 经过了警方调查发现 涉案的吴姓以及潘姓女贤 本身就是娃娃机台台主 因此对于机台结构相当了解 他们在得手大约3万5千元之后 就开车沿着台九县南下逃逸 遭到了花莲和凤林警分局 联手将两人拦捕 而其中潘姓女贤还是毒品通气犯 当场遭警方一切到罪 以及毒品通气案 移送花莲地检署证办 两名女子在娃娃机前观察 还拿出身上的万用钥匙测试 眼看四下无人随即下手行窃 把店内机台里的零钱一扫而空 花莲市警方5月1号清晨 连续接到两间娃娃机业者报案 机台被打开零钱遭窃 损失金额超过3万5千元 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 寻现在台九线凤林公路上 逮到两名下手行窃的女子 警方起诉零钱赃款 当场就直接就地清点 原来这两名来自新北市的女窃贤 本身就是在经营夹娃娃机台 因此随身都带着万用钥匙 警方调查后发现 过去两人在全台到处犯案 警方调查两人下手行窃地点 除了大台北桃源地区外 还遍及台中张化嘉义台南等地 两名谢贤称着五一廉价 跑到东部来犯案 才刚下手正准备南下台东 就被花莲警方拦车逮捕 甄讯后将两人移送地检署侦办 记者中文报道